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讲竞品分析 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对市场的分析 那是一个宏观方式,我们去看待市场 这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细分的这种行业当中 我们从行业的内部展开分析 从而呢,帮助产品寻找到更多的机会 那么在了解竞品分析之前 我们可能先要去理解一下 什么是竞品,竞品是什么呢 通常情况下,它的意义就是指竞争对手的产品 竞争的产品,也就是我们行业内竞争对手的产品 都可以称为是竞品 竞品分析呢,它指的就是 我们对行业内的一些优质的竞争对手们 对他们的优质产品 从而展开比较,还有分析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竞品分析 那么他们所研发出来的产品 其实都是我们的竞品 竞品分析 最终的目的,它是为了帮助我们 去找到一些我们和竞争对手们 有一些可能存在差异化的策略 还有手段,帮助我们能够跟这些对手 去更好的PK,去较量 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强调,我们要从而取得胜利 那我们知道,当前的这个互联网 中国互联网,市场上的竞品 他们之间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说前几年吧 前几年我们跟家人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讨论 几点可以抢红包 哪里可以抢红包 早些年呢 比如说有QQ,有微信 还有支付宝 这三个大产品 这三个知名的平台 那他们就参与到这种 抢红包的大战当中 他们纷纷表示 在春节的期间 我要发红包 我要砸钱 他们呢,来争夺平台的用户量 如果说 用户在某一个平台 他领取了红包 那他肯定是要提现的,对吧 想要提现 你就需要绑掉银行卡 那么只要用户绑了银行卡 他也就相当于说 开通了支付 所以这些产品呢 他们都可以从而进行 接下来的营销手段 让用户去进行消费 所以呢 那这些大公司 他们在移动支付 这块市场蛋糕里边 也是疯狂的砸钱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抢占 强行抢占市场的份额 那前几年 可能会有QQ,有微信 有支付宝 这几年呢 可能会有 比如说抖音 有百度 有微博 也是纷纷加入了红包大战 其实大家呢 都是同一个目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要做精美分析 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游戏当中呢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玩法里 这些平台 他们砸的不是别的 对吧 不是优惠券 也不是积分 他们砸的是赤裸裸的人民币 如果说想要达到有效果 那他们就必须要知道 其他的产品 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怎么玩的呢 怎么去引发用户去支付 怎么引发用户过来的呢 怎么去诱惑的呢 那在这个活动的流程 流程 他这个产品是分了几步走 用户完成这项任务 要花多久 要投入多少时间 最后平台 你给了多少钱 给到用户了 如果说 需要用户投入的时间太多 那么这个用户 他就会觉得很疲倦 并且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完成了 那如果说 用户他投入的时间很短 那就相当于 人人都有红包可以拿 对吧 相对来说 红包的份额 就要变小了 也就变得 没有诱惑力了 比如说 支付宝 他在过年的时候 他不是有 几五福的活动吗 那可能早些年前 刚出 几五福的活动时 用户 有几个用户 他是最后当年 我记得是经验服务 比较难集起 有的用户呢 他就集起了经验服务 那最后支付宝 也是给了这个用户 发放了很多钱 具体金额 我记不清了 但是近几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在支付宝上 集五福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随便 哪怕是最后一天 春节的那一天 我们去扫福字 也是可以集起五福的 那么相对而言 现在每个人都能集起五福 但是不可能 你支付宝平台 会给每个用户 都发放这些钱 所以每个人 到手的份额 也就降低了 从而呢 对用户来说 对我们来说 他支付宝 集五福的活动 就变得 没有太大的诱惑力了 所以这些产品啊 他们在搞这些活动的同时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在观察着竞争对手们 是怎么做的 怎么来 怎么来 迎合用户的喜好 然后呢 他们会思考 怎么干掉对方 干到对方 对吧 如果说 微信 你给了一块钱 那我支付宝 我就给你一块二 这样呢 更多用户 他就会愿意来 我支付宝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呢 这就是我们做 竞争分析的一个意义 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啊 竞争分析的一些好处 有哪些呢 首先 知己知彼 白战不殆 那当我们这个时候 做了分析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别人手里有多少伎俩 对吧 知道了 别人怎么玩的 我们呢 其实也就有了心理准备 怎么去抵抗他 比如说 打游戏的时候 我们打王者的时候 知道对方技能 有什么 那么我们就知道 该怎么去打败他们 第二个 新兴大法 化为己用 我们有时候 可能 我们适当的去偷取 竞品的招数 把别人的招式 我们都拿过来 可能 就是为自己所用 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招式 我们增长了功力 我们吸取了 别人的长处 从而化解自己的短处 那这样呢 就可以提高 自身产品的 一个综合影响力 来提升我们的江湖地位 那我们就是一个 王者的存在 第三个 以比之道 环石比身 我们不仅 拿了对面的招式 我们还借鉴了 他们的功能亮点 借鉴了他们 新鲜的玩法 比较有趣的玩法 我们还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打回去 去攻击对方 去挤压对方的市场 这就是我们强调的竞品分析的一个意义 对竞品分析的时间 它应该是贯穿整个产品的过程的 包括从市场 最开始我们从市场分析 就要开始 一直到产品的设计 产品的开发 包括产品上线了 还有持续迭代 这个期间 其实都是要做竞品分析工作的 那这里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我们在讲市场调研的时候 其实也讲过 市场调研 它也是贯穿整个产品流程的 并不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 才开始展开市场调研 或者展开这种竞品的分析 我们要贯穿整个流程 来分析其他竞品的这些强势的功能点 那一般我们在做竞品分析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选择好几个合适的产品 可以多选几款 只要是业务线相同的 然后我们再去确定维度 我们再去分析有哪些内容 从哪些期入点进去 紧接着才会展开分析 看看它们的优势是什么 弱势有哪些 未来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竞品还存在着什么 对我们是一种威胁 最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竞品分析 做一个总结 形成一篇竞品分析的报告 输出展示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做竞品分析之前 我们首先要去明确 本次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清楚 为什么要做这次的竞品分析 背景要了解清楚 那么常见的目的有这几个 比如说了解市场的发展行情 了解和竞争和竞品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差距 来确认新产品的期入点 提升和改进我们自己的产品 因为别人做的比我们好 我们就要提升和改进 那还有更好的 为了我们更好的占领这个行业的市场 我们要做这些竞品分析 这是常见的目的 其他的目的呢 比如说决策 我们在决定功能特性的时候 做一些取舍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讨论期间 我们在决策一个功能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 到底要不要做 拿不准主意 但如果这个时候 竞品他已经做了这个功能 并且他已经投入市场 已经尝试过了 那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 去学到这个经验 来帮助我们做取舍 第二个是商业模式的拓展评估 如果说我们在策划一个 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 也许呢 会存在一些疑虑 就是不知道最后 营销的能力到底够不够 商业模式 我们的商业模式 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获得想要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竞争对手身上 就是学习一下 他们已经尝试过的 验证过的这些商业模式 我们看看 这是竞品分析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呢 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 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产品体验设计 在做优化的时候 在改进产品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能之前有想过 跟这些竞品 做一些差异化的路线 我们也做了不同的体验 但是呢 做了一些不同的功能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可能没有达到的 想要的目标效果 达到我们的一个期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还是可以学一学 他们的体验设计 当我们已经明确了 此次要分析的一个目的 我们就要思考 我们的竞争对手 到底是谁呢 谁才是我们的竞品 以及怎么去找到竞品 怎么去找竞争对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三个词 习惯 资源 还有脑爆 习惯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阅读 互联网产品呢 互联网科技呀 资讯呢 还有一些媒体的习惯 那我们其实 在找到竞品这件事情 就会有比别人 更大的一个概率 因为这些媒体网站 他们会报道 比较新鲜的产品 报道新鲜的产品动向 新鲜的一些团队 以及一些新鲜的创业项目 他都可以 支持我们去市场上 去考量这些产品的变化 第二个是资源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 通过这些媒体网站 我们还可以自己 获得信息 通过一些资源 因为互联网的圈子 它一共就这么大 如果说我们在各大公司 有自己的好友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第三个 是脑暴 脑暴 全程就是头脑风暴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召集团队的成员 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 然后大家在这个会议当中 各输己见 来讲一下 可能存在哪些竞品 可能哪些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因为如果是我们自己在想的话 可能只是想到其中的一个领域 但是如果拉上别人 拉上小伙伴们 他们可能会想到另一个领域 也许呢 就是某种关系上的一个竞争对手 这就是脑暴的一个意义 那竞品分析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找竞品的时候 我们会找到三个竞品 当然这三个竞品 是不包括我们自身的 那中间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这些媒体网站 也就是我们说的习惯 去这些媒体网站上去看看 尤其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这里有很多产品经理发表的文章 虎秀呢 也是一个资讯类的平台网站 还有爱瑞网 还有IT橘子 它都是这种可以查询数据的网站 尤其IT橘子 它是有这种分析报告 知乎呢 有问题上知乎 这种Apple Store 其实我们也可以查找一些竞品 它的一个动向 因为里边它有竞品的一些迭代更新记录啊 还有其他用户的一个需求反馈呀 都在Apple Store里边 那么下一个 我们在选择了竞品之后 我们可以 我们在选择竞品的时候 可以找这四个维度 从这四个维度出发 这里也比较绕 首先第一个就是解决同样需求的同样产品 第二个解决同样需求的不同产品 这里是同样 这里是不同 第三个解决不同层次需求的不同产品 第四个解决不同需求的同类产品 听起来比较绕啊 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解决同样需求的同样产品 那么同一个产品 比如说这两张截图都是百度对吧 两张截图都是百度 第一个截图里边 我在网页 我搜索两个文字 它会给我返回一个页面 返回一个列表 那我在图片 这个分类里边 搜索百度 它还 它也会给我返回内容 只不过 内容是不一样的 它返回的是图片 那其实呢 它解决的需求 都是我们要 搜索内容对吧 无论是这种文字还是图片 它都算是内容 其实都是满足我们 搜索内容的这个需求 那这就是解决同样需求的 同样产品 第二个解决不同需求的不同产品 比如说 美团和饿了吗 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它是满足用户同样需求对吧 它都是可以定外卖的平台 那国内我们定外卖的平台 就是美团和饿了吗 这两大平台 所以 它们存在直接的这种竞争关系 它们要 砸红包来疯狂的抢占外卖市场 来做一些补贴 所以美团和饿了吗 它就是 解决同样需求的两个不同的产品 相比于刚才 刚才是同样产品 这里呢 就是不同产品 同样 我们在网上 通过这种电商平台 购物的话 我可以选择淘宝 也可以选择拼多多 对吧 它都是可以满足用户 去快速的 线上 完成购物这个需求 并且 淘宝和拼多多 价格都很低廉 很便宜 所以它们也是 直接在比 到底谁更划算 它们也是这种 解决同样需求的 不同产品 它们都是围绕 这同一片的用户 都是 用户的需求 都是想要我低价钱 买到一个合适的商品 所以它们在做同一件事情 第三个 解决不同层次的 不同产品 这个怎么理解呢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用户的消费层次 来划分出不同的市场 比如说这里 我列出了两个产品 一个是滴滴出行 一个是花小竹打车 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 有的同学不了解 其实无论是滴滴出行 还是花小竹打车 都是滴滴公司旗下的产品 那么滴滴出行呢 它专门 可能是专门服务于一二线的城市 它有专车的服务 相对来说呢 司机的素质 综合素质也比较高 车信任很好 我经常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好的车主来接单 有的时候打车 可能会有一些开奥迪的 开宝马的车主 还有开商务别克的 这些车主来接单 并且呢 车主的服务也会好一些 有的时候 我在北京 他们我在上下车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服务的用语 商人会说 欢迎乘坐滴滴 请您系好安全带 下车呢 他也会跟我说 请您注意好随带 请您注意好 携带好随身的行李 所以呢 滴滴 他的车主 是有专业培训过的 相对来说 他的收费可能会高一些 服务好一些 那么花小珠 我们刚才说 也是滴滴旗下的产品 那么滴滴 他为什么要做两个 打车的软件呢 其实他主要是针对 这种三四线的下沉市场 来做这种服务 因为小城市不会打车 所以花小珠 他的模式呢 就是打车一口价的模式 便宜 是他一个最大的标签 用户在下单之后 他显示的定价 其实就是全程的价格 他不受时间 不受行车 不受行车路线的影响 与滴滴相比呢 他没有把大量的钱 还有时间都花费在 培训司机上面 所以他的优势 花小珠打车 他的优势 就是为用户带来了 更多的福利 他补贴多 他有更低的价格 打车便宜 第四个 解决不同需求的 同类产品 像左边是知乎 知乎的产品类别呢 他是为用户带来沟通和交流的 他是解决用户 可以提问 其他用户 可以解答 浏览文章的这些需求 这是他的需求 那么微博 他的产品类型 就是他也是沟通和交流 两个产品 产品类型相同 但是呢 他们的需求不太相同 微博这边的需求呢 用户来到这里 我是想发动态的 并且呢 我是想查看别人动态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两类产品 它的类型都是做沟通和交流的 但是主要的 这种细分的用户需求 还是有不同的 那当我们 再找到了几款 合适的产品 合适的竞品 因为前期 我们通过这四个维度 找到了一些合适的 选取了三个竞品之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进行精密分析了 进行正式的分析工作 正式的分析工作 其实我们可以从 产品设计的五要素 来展开分析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叫做 用户体验五要素的模型 就是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 我们从抽象到具体 从概念到逐步完成的一个过程 这是各个阶段 它一共有五个层面 分别呢 是战略层 范围层 结构层 画家层和表现层 通过这五个层面 来观察竞品的这些特点 也就是我左边列出的这些 那一般我们在观察一个产品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具体到抽象 从视觉到概念 从上到下这样去体验的 首先我们来看表现层 表现层是最上方 它是我们最直观看到的一个页面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组成的判断 在一个页面当中呢 它是由它有很多内容 这些内容它是由文字 有图片 有音频 有视频 这些元素组成的 那有些可能是可以点的 因为它具备某些功能 点完呢 它就会执行一些操作 并且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有些东西呢 有些元素 它是不可见机的 它仅仅可能就是一个展示的文字 文字介绍 或者一个图片放在那里 它是作为一个静态的 呈现在那里 用来展示或者营销用的 但是每一个设计 都会对我们的用户感知 起着一个重要的影响 在产品的表现层下面 就蕴藏着产品的框架层 它包括产品的展现信息结构 是什么样的 信息结构什么样 流程设计是什么样的 所以框架层 它是用于优化 设计整个产品布局的 来达到这种各个元素的 最大效果的 还有效率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某个app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 就达到某个页面 找到某些功能 那这个布局 它就是由框架层来决定的 如果说框架层 它决定了导航栏的 各个功能的排列方式 那么它允许用户 来浏览页面的各个模块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下边的结构层 它就是来决定 这些类别的功能 它应该具体出现在 哪个页面里边 结构层 它相对于框架层来说 它是更加的抽象 更加的抽象过程 那么结构层 因为框架层 它就是 它只是确定了各个界面 在交互元素上的位置 所以产品结构上面 一些表现方式 是结构层 是框架层 那么结构层呢 它就是指引着我们 如何去到达这个一面 应用逻辑是怎样的 并且呢 我们要考虑 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能够去到哪里 就是它来确定 页面的各种特性 还有功能 输出比较合适的组合方案 那这些特性和功能呢 就是从 我们其实是从下面的范围层 从这里来抽取出来的 范围层 强调的就是产品的 一个服务的范围 产品范围有哪些 它要对模块进行拆解 比如说 我们看到一个电商的产品 电商产品当中呢 它有一个直播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 它是否 也应该是属于 我们这个产品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产品 它是做电商的 我们这个产品 也是做电商的 我们在这个产品上面 看到了直播功能 此时我们就要考虑 基于范围层的思考 我们要考虑 直播这个功能 我们是否也能做 那么产品的范围层 我们就要考虑 竞品这些功能 要不要做 基本上它也就是由 下面的这个战略层 产品战略层来决定的 也就是战略决策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不仅 要看 竞品的老板 他们打算做什么 也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 我们要看产品定位 我们还要看 我们要针对哪些用户 来做些事情 用户是谁 也就是用户画像 我们还要看用户的需求 用户想要实现 哪些目的 还要看我们产品 有什么策略啊 打法啊 还要看产品的最终形态 也就是设备端 是什么样的 下面我们开始针对这五个要素展开分析 分析的整个过程 其实更多的是战略层 还有范围层的思考要多一些 这种抽象的概念要多一些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去分析 竞品之间这些宏观的层面 至于这些细节的结构层 框架层 表现层 这些细节层面 它就是由我们下边战略层 范围层已经确定好的框架 而去衍生展开的 所以我们分析上边这两个就可以了 下边的这些 下边的我们就不强调分析 那么我们先从产品的战略层面 展开分析 首先来看产品的定位 什么是定位呢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看我们面对怎样的市场 用户去做产品 面对怎样的市场 怎样的用户去做产品 那么竞品定位 也就是竞品面对怎样的市场 怎样的用户去做产品 我们这里提到一个案例 也是从不同需求的同类产品 同类产品 这里一个是网绕级 一个是何其证 它都是做凉茶产品 这里一个是卖卖 一个是拉钩 它都是做这种职场方面的 这些沟通 它们都是同类的产品 但是其实这几个产品 它是解决用户不同的需求的 我们先看这两个产品 王老吉和何其正 它的一个竞品定位 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是分别怎么去认知 王老吉和何其正呢 那么在业界内 它们的定位差异就在于 王老吉 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去火作用 对吧 这也是它的一个slogan 怕上火和王老吉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包装 就是整个红色的 那何其正 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呢 它的slogan 就是大瓶更进性 瓶装凉茶何其正 我是瓶装凉茶 所以它们在用户心中 给用户营造的感觉是不同的 那我们在定位上 可以想象到 王老吉 它这个产品 用户的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呢 那用户 可能是在吃着火锅 怕上火的情况下 他们想要 马上从冰柜里 我要拿出一个冰镇的 罐装的王老吉 它是这种罐装的包装 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何其正 它在营造什么呢 瓶装凉茶何其正 相对于罐装而言呢 瓶装它就很适合 我们去分享对吧 它适合分享 它主打的就是 家庭聚餐的场景 家庭聚餐 你如果说 我们一个人发一小罐 王老吉多贵啊 不如你来我一个大瓶装 何其正 所以它们 这就是在市场上 一种不同的定位 可以传递给我们 用户心目中 一种不同的感知 我们对每个产品 对这两个产品 都有不同的认知 这里呢 互联网的产品当中 我们可以 联系到 麦麦还有拉钩 它们给用户的认知 是什么样呢 它们的定位是什么样呢 首先 麦麦它是这种 做职场的社交的 我们知道 它是做职场社交的 拉钩呢 它是主要做 职场的求职渠道的 拉钩可能现在更偏向于 互联网岗位的求职 那么麦麦它主要的用户 是什么样呢 麦麦的主要用户 它一般 我们已经是在职场当中了 对吧 主要用户都是已经在职场当中了 它的一个需求场景就是 我来到这个产品当中 我想要结识 其他公司的人 或者呢 我想要问一下 我这个公司 你之前的同事 我向你问一些问题 或者了解行情的时候 我会在麦麦上 来展开沟通 那拉钩的用户 他一定是一个求职者 有意想找工作的人 他会来到拉钩 所以他的需求场景就是 用户 我想要在你这里找工作 你这里可以帮助用户 提供就业的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在麦麦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找工作的 对吧 他里边也是有一些 很多高端的猎头存在的 而且呢 在拉钩里边 他也是有职场社交的一些功能属性 在里边的 他也是有社交属性的 他也是有一个求职岗位的评论 聊天 有这个层面 所以双方 这两个产品在各自的领域 或许都有一些渗透 但是 我们强调 由于自身 每个产品 他自身的公司 对于产品的定位不同 最后呢 也会导致 他们的一个主体功能框架是不同的 导致产品之后的运用策略 也是不一样的 最终呢 它会导致 我们用户 对他们产品的认知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了解完 产品的定位之后 就可以得一个小结论 这些产品 他们这样做 是为什么呢 他们面对怎样的一个市场 面对怎样的用户 有哪些点 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呢 我们再看 同样需求的不同产品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同样需求 我们说 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 是不是都解决 用户去看新闻资讯的一个需求 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slogan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定位有什么不同 slogan total 他的slogan 新闻快报和热点资讯 那么腾讯新闻 他的slogan就是 热门新闻资讯 这两个slogan好像很接近 好像都是在讲 我是做新闻资讯这件事的 那么今日头条 他的一个市场定位是什么样的 他的一个产品 市场定位 他要做的就是个性化推荐聚合资讯平台 他就是做那种 跟猜你喜欢有些类似 他是基于平台内海量的数据基础 做一个内容的个性化推荐 所以他对应的用户 在用户层面的分析 用户来到今日头条这个产品 他还是想快速的获取自己喜欢的内容 这类用户他会来到头条 那腾讯新闻 他的一个产品市场定位是什么样的 他会主打一个实时新闻的概念给到用户 也就是他主要的用户群体呢 都是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 来了解各类新闻资讯 所以他可能强调更多的就是 用户 你来我这里 你可以编辑一些推荐的分类 这也是由早期的 他也是由早期的编辑去控制整个产品 主要版面内容的 这是腾讯新闻 那这一头条 他就一定是用户的习惯 用户的行为习惯去操作 他的一些操作来改变了用户的版面内容 那么从定位分析 总结来讲 其实就是两件事情 从我们自己这边呢 我们就是做核心功能的特色 与自己的差异 净品的目标市场 与自己的差异 这是我们从自身层面的一个定位分析 从用户层面呢 就是净品与自身之间的用户差异有什么 用户使用的场景 用户不同的标签 有什么差异 用户的定位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用户 净品的用户都是谁 也就是用户画像都长什么样 这里我截了几张图 它是抖音的用户画像 其中呢 生理的画像 关于生理特征的方面 抖音的用户 这里是一个年龄的分布 对吧 年龄分布的一个柱状趋势图 我们可以发现 更多的人群可能是20到29岁的用户 在抖音的占比比较多 然后是30到39岁的用户 在抖音占比比较多 在性别方面呢 女生会比男生少一些 那么在兴趣分布这里呢 可能更多的人 他会对影视音乐感兴趣 然后呢 是软件的应用 然后是资讯 它是这样排列的 这是抖音用户的一个兴趣分布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生理特征 那社会特征呢 也就是抖音这些用户的一个人群在哪 那这里排行最多就是广东省 可能也是广东省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用户的一个需求定位 需求的分析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模型来看 它可以通过功能 内容 社交情感 四个方面来总结 首先第一个功能 功能这里指的就是 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它的这些功能 解决的是用户什么样的问题 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怎么样去比别人 比别的产品做得更好 这是基于功能上的一些思考 第二个内容 就是竞品的这些内容深度 是不是足够吸引了 它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更新来获取用户的喜爱 来吸引用户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的考虑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的考虑 第三个 社交 社交 比如说 社交的关系 在产品中的沉淀 还有弱关系 和强关系 就是微信 就是微信这个产品 它肯定就是在社交这个点 它是属于一个强关系的 对吧 它就是一个比较基于社交功能的来衍生的一个产品 那对于美团啊 还有滴滴啊 或者淘宝这类 它可能就是一个弱关系的存在 淘宝 我们说淘宝 它有社交吗 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社交在里边的 但是 它的社交就仅限于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一个交 交易的关系 还有一些 晒物品 买家秀 对吧 晒东西的 这种 分享 它也是一种社交 还有关注啊 关注达人 关注店铺 它也是一种社交 但是相对来说 这种产品 它的社交是一种弱关系 那么最后一个是情感 我们要看竞品 它们的用户对这个产品的依赖度有多强 对这个产品是否保持了一个习惯性 它们的一个习惯性有多强 它们的粘性有多高 我们可以从情感的角度去展开一些分析 那这里我是给了大家的一些types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帮助我们收集运户的一些需求和意见 比如说这里第一条 App Store的评论 这里我也是做了一个重点的标记 还有后边的知乎问答 抖音的评论 微博的评论 这几点呢 可能是我们常用到的 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收集到用户痛点 还有需求点的渠道 更多的还包括应用软件的社区 产品的行业网站 咨询公司相关的报告 自媒体 还有竞品的官方微信等等 我们都可以去获得用户的一些意见 我们也可以了解公司同事们 他们对于产品或者对于竞品的一些评论 评价如何 我们也可以和客户去沟通 去了解评价 并且还和家人朋友进行相关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 我们强调产品经理的一个专业技能 是用户的访谈 做用户的调研 做用户的测试 让用户使用产品或者竞品 做这种可用性的测试 去观察用户的一些行为 做一些可用性的 针对性的这种 针对一些针对性的问题 去展开了解 了解用户的想法 获得用户的意见 这个可能是我们工作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专业的做法 我们也可以通过去体验产品 去记录自己的感情 并且通过网上搜索的方式 我们尝试着 尝试着加入到竞品的一些讨论群组 讨论群 比如说有些产品 他们会邀请用户来提一些意见 提一些宝库的意见给他们 帮他们进行改进 比如说我之前在使用 剪映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些反馈意见 我觉得不太好用 然后这个时候呢 剪映它会有一个功能 让我邀请 它就是邀请我扫一个二维码 进入到他们的一个QQ群组里边 提需求进行功能上的讨论 所以当时我马上就扫了码进去 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边 观察一下 用户们都在说什么 听听他们的心声 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 那最后呢 是我们对产品 产品在用户或者市场上的一些反馈 还有倾向做一些分析 并且呢 论证这些竞品的优点 有哪些缺点 有哪些 有哪些亮点吸引人 哪些设计 让用户用起来很好或者很麻烦 那之前我们讲了定位 定位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通过网上去搜索 从资料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信息 但是策略是什么 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强调策略打法 定位它主要的可能是一个战略的问题 它更接近于战略 而策略呢 它更围绕 它是一个围绕战略的一个战术 策略它是围绕定位的一个战术 它更接近于战术 比如说 我们之前讲的王老吉这个产品 它的定位它就在于 怕上火 喝王老吉 吃火锅 必备 这是它的战略 所以它的广告战术 它会不断的去强调去火这件事情 而且呢 场景 它拍广告的场景 可能都是在吃的过程当中 这种火辣辣的感觉 这种氛围 那么喝吉正 我们讲它是瓶装的 它是适合分享的 所以它便宜 它很优惠 它很优惠 它打的是这个战略 所以它的战术 它会营造一种场景 家人聚餐 其乐如荣的氛围 它会营造这种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分析 都需要基于 产品本身的一个定位 去做延伸 产品的定位不一样 就会导致它后面的战术 策略也不一样 那么在新闻APP的竞争策略当中 今日头条 它的商业模式 就是广告和自媒体 平台呢 通过广告来获益 自媒体呢 通过内容来实现变现 而它的产品策略 就在于 基于它的定位 突出短视频和智能的推荐 并且呢 在月影上 它会去招募更多的自媒体人 来产生内容 这是今日头条 它的一个策略打法 那腾讯新闻呢 它的刷业模式 也是广告 还有自媒体 但是它的产品策略 会突出门户的内容 生产能力 以及优质内容的一个推荐能力 它的运用模式 就在于 把门户时代的影响力 来做一个延续 还有呢 就是做额号的一个月影推广 接下来 我们针对策略打法 做一个总结的分析 这里我们会列出很多点 做一个总结分析 这里包括商业模式 月影模式 还有公司的战略 商业模式 它讲的其实就是 我们要看产品怎么赚钱 以及这个产品 它赚钱的效率是怎么样 效率高不高 月影模式这里呢 我们要关注产品 都做了哪些月影的事件 这个月影的事件啊 我们说不一定 只有正面的事情 它才算是月影事件 有的时候 一些负面的新闻 或者一些炒作 也可以成为月影事件 比如说 加德宝和汪老吉 对吧 他们曾经 为了争夺 谁才是正宗的良茶 他们打了好多年官司 他们都说 我才是最正宗的 直到最后 打了好多年 直到最后 大家是否都没有印象 这场官司最够 最后到底是谁赢了 谁要赔谁 谁要赔得更多 但是呢 在整个的良茶市场上 因为这件事情 王老吉 还有何吉正 他们都火了 对吧 顺便呢 也干死了其他的良茶品牌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成为 是产品月影的一个策略 我们可以观察 双方对事件的发生 分别是怎么去应对和处理的 第三个 公司的战略 那就是产品的各个版本 迭代更新 他们这些竞品在不同的版本 做了哪些升级部署 做了哪些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应用市场 去搜集相关的资料 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看产品的商业模式 其实现在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大概呢 也就是分为这几种 这里列出来六个 第一个 也是最流行的一个模式 我们赚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赚钱的大头 叫做投资人模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不断的去讲故事 老板不断讲故事 给投资人讲 他拿着一个产品的原型 或者产品的一个商业计划书 或者他拿着这些东西 拿给投资人去看 并且呢 获得一轮轮的融资 也就是说 我们公司 获得融资有钱了 之后我们的运营呢 也就不缺钱了 比如说滴滴 滴滴这个产品呢 它就是融了很多人钱 因为很多人 很多投资人 都比较看好它 那滴滴 它肯定就是不缺钱的 这就是投资人 愿意去听信 他们讲的故事 当然呢 它的这个模式 确实有很大的趋势 有很大的机会在这里面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方式 是广告 通过广告的流量 来实现变现 通过流量来实现变现 那么一般收费方 可能会向 2B方去收费的 这个模式 它就是 我们说很多互联网产品 一旦做到了一定的规模 有了一定的用户量 或者一定的流量之后 就可以在产品当中 植入广告来获利 其中呢 内容类的产品 它植入的 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们在电脑的网页上 在一些手机的APP上 在小程序里 看到一条广告 那广告商 他可能就要掏两分 或者两毛 掏这些钱进来 比较常见的 像百度搜索里的医院广告 用户只要点击进去 他只是查看 他还没有做什么 只是点进去了 他就会为百度 创造了利润 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 也是可以经常看到这种 信息流的广告 这都是广告商 在砸钱给到平台 第三个 就是售卖产品的服务 可以通过售卖产品 来实现盈利 这里边我还做了一个分类 它包括实体的产品 和虚拟的产品 实体产品 它指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平台 我们自己就是卖衣服的 我们就是做电商的 我们卖衣服鞋子 比如说电商 比如说电商类的产品 有京东 还有苏宁一购 这种呢 都是实体商务的售卖 还有虚拟模式 虚拟商品呢 指的就是 比如说游戏里 一些皮肤 皮肤它是一个虚拟的产物 还有装备 它都是虚拟的 再有呢 就是网课 知识平台里边 这种付费的课程 它是一种 2C的一种行为 那很多呢 2B的行为 比如说 API的接口 做一些数据的变现 这个呢 就是说 有一些公司 他们会利用自己的 一些技术啊 一些资源的积累 可以做到 向别人收取 收取费用 比如说 它专门是 收集数据公司的 它是专门做数据收集的 这种公司 他们就可以实现 数据的变性 再有呢 比如说高德啊 百度啊 腾讯呢 他们都是 有做这种地图的 因为他们会有 自己的一个 卫星定位 他们会有这种卫星服务 那一般小平台 小公司 他们是不可能 做这种卫星定位的 所以 高德 百度 还有腾讯 他们这类 地图公司 就可以把地图定位 这种接口提供给一些 需要地图的平台 比如说提供给打车的平台 提供给送餐的平台 都是可以获取收益的 第四个是 增值服务 它普遍是面向 2C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 会员的特权 它是一种增值服务 还有比如说 做一些差异化的体验 因为很多游戏 它是可以免费试玩的 但是你如果想要 更好的体验 你就要充钱 来买装备 这就是差异化体验 那么会员呢 就是 比如说百度网盘 它是免费的 可以上车文件 可以下载文件 但是普通用户 我们都知道 在网盘里 下载文件的速度 是非常慢 跟卧牛一样慢 那么如果 办理了会员的用户 它就可以加速下载 并且呢 储存盘的内存也会增大 这就是增值付费 购买特权服务的一个表现 第五个是平台佣金 平台佣金 比如说我们在微信 钱包 钱包 这个入口点进去 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 应用服务 对吧 有做购物的 有做出行的 还有生活服务 有很多平台的入口 在里边 之前微信 也是做了九空格 那只要我们在这里 进行消费了 微信 它都能够 分到这些平台的钱 因为我们点进去都是这些平台的一个小程序 比如说 比如说京东 比如说 皮脱多 比如说贝壳 它都是入住到微信里边的这些小程序 那么更直接点的 比如说美团 它会向商家进行费用 进行抽用 因为我美团 我这个产品 我本身 我提供送餐服务 但是我平台内 我没有任何的商家 对吧 但是我上游 我会连接商家 下游 我会连接用户 我作为你双方的一个撮合者 你用户来到商家进行下单 比如说下了一个30块钱的外卖 30块钱 我肯定不会都打到你平台 都打到你商家这边 我还会从中抽取个 5块10块的 我会抽佣 那再有呢 就是滴滴向车主抽佣 乘客给车主付的钱 滴滴平台 我也要抽走一部分 再有呢 就是直播平台 它会向主播收到的礼物去抽佣 比如说抖音 我们给一些主播刷礼物 那么抖音平台呢 它也会从礼物中去抽佣 并不是主播直接获得了礼物所对应的价值 第六点 是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中也包括两点 一类是金融的借贷服务 借贷方面的业务 比如说像花呗呀 支付宝的花呗 借呗 借呗也是改名了 叫信用贷了 对吧 还有金融白条 这些产品 这些信贷产品都可以通过利息 获取收益 另一类呢 就是沉淀资金 像我们在微信上的零钱 支付宝的余额 或者其他平台 我们存了一些 在账户上存了一些余额 这些平台 它是不是都可以拿出来进行投资的 对吧 我们把钱存进去 只是一个虚拟的货币 我们再看下一个策略 叫做月盈模式 月盈 它是一个强大的软实力的体现 我们的产品 它做得再好 你产品做得再好 硬实力足够强 再强 很多时候 都是可以被很快复制的 如果想要做出差异化 做出这种效果 它就 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些重要的手段 比如说 月盈的模式中 我们可以看看 竞品 他们的一些 对内容的运营 对用户 还有对活动的运营 看看一些数据 通过这些方面 这些运营点展开分析 看看他们的手段如何 第二个就是渠道的资源 我们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 他们有哪些渠道 他们有哪些非常强大的资源 他们的这些渠道资源 利用的效率 是不是很好 如果说 他们的渠道很多 他们的利用效率也很高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第三个 营销的策略 我们要看竞品 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策略 还有具体的表现方式 应用的效果怎么样 有哪些技术的手段 广告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这些都是基于营销层面的思考 第四个 最后的是重要的活动 它包括竞品的一些活动案例 以及活动做完之后 一些效果评估 看看竞品他们做了这个活动之后 对于他们的用户 到底有没有什么拉动 有没有什么增长 在里边 对用户的活跃度 有什么提升 这些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了解 这是我们基于 越营营销策略的一些了解 我们看到下边这句话 他说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是需要不断越营 持续打磨 是需要持续打磨的 一个好的产品 它是越营出来的 不是开发出来的 这句话呢 是360的 360公司的创始人 周鸿一先生 他的字数 他就是说明 越营对于产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最后一个策略 我们是基于公司的战略方面 核心的攻略 我们可以看到不一般 这也是我们 从竞争对手的 各个产品迭代版本当中 去一点点挖掘 去发现端定 比如说微信这个产品 它的整个迭代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最初在2011年的时候 微信诞生 它实现了聊天 它实现了摇一摇 实现了漂流屏 这些功能 那可能有的功能 比如说漂流屏 它还是从QQ当中 去接见过来的 那这是最早先 它的一个版本 到了12年4月份的时候呢 它更新了相册 和朋友圈功能上线了 12年7月份时候呢 有视频聊天 视频聊天功能 还有发布网页版的微信 9月份呢 它有传途的功能 语音搜索 支持 全面支持 捷绑手机号码 这些技术 13年2月 它可以实时对讲 多人语音的功能 还有丰富二维码的功能 支持聊天记录的搜索 保存和迁移 13年8月份 微信它正式推行商业化模式 它添加表情商店 还有游戏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 微信它在之前几个版本里边 它是没有做任何商业化的 它直到13年8月份 它才把它商业化的手段 给它拿出来 其实我们做任何的互来网产品 最开始 我们肯定也都会想一下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但是不一定 我们在产品第一个 或者是前几个 前几个这些版本当中 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可能要先培养市场 要先养成一定的用户量 我们有这些积累 有这些基础之后 才能做这种商业化的推行 那接着 微信它开始发布公众平台 公众平台 它又可以实现商业化 比如说广告商 一些公众号 它在广告商的植入 它都是商业化模式 还有微信的红包 微信红包也就是 微信它可以要用户 正式的回来邀请你 绑定银行卡 你从而来实现红包的体现 还有制定义的表情 搜索朋友圈 开放的WiFi连接 以及小程序的上限 所以这整个的一个微信的发展路径 它其实我们从各个的版本迭代当中 也是可以发现 微信它始终是围绕着社交 对吧 它主要就是围绕社交这些功能 来做一些版本升级的 我们就可以观察 进品它每个版本的前进步伐 最后它是怎么演变成现在的产品 现在这个版本 从而来推导出 进品的公司战略 它以后会不会长期 对我们的产品有一些影响 那么策略的分析 这里有一个types 从哪去找到这些信息呢 从哪找到 第一点 假设我们的公司内 有市场 有市场部 有运营部 或者有一些战略部门的 有一些情报部门 包括我们的管理层 还有老板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 收集到这些信息 因为他们往往能够收集到 比我们更多的 更专业化的信息 第二个是通过行业内的 媒体平台 新闻 以及论坛 以及Q群 还有搜索引擎 专利网站去获取 第三 我们建立一个持续的产品市场 信息收集小组 这个就是比较专业化的 就是很多公司 很多团队 他做到了一定的体量之后呢 他们真的会 建立一种专门的一个团队 一个部门 一个小组 来负责这件事情 比如说腾讯 他们的产品部门 每周都会收到一封邮件 一封报告 报告里边 他就写到本周或者上周 社交领域里边 发现了哪些大事 我们所监控到的竞争对手 他们有哪些新鲜的动作 这个就是基于这一点 持续 建立一个持续收集信息的小组 这是比较专业化的 第四 就是调查核心用户 活跃用户 还有普通用户之间的区别 我们通过对他们的调查 去找到不同的需求之间 怎么去弥补和替代 怎么去替代这些产品 就能够发现 其实他们可能 也是我们潜在的一些竞品 或者说 已经是竞品的一些比较好的产品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第五个是竞争对手的官方网站 还有交流的互动平台 互动动态新闻 产品历史更新版本 促销活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收集到信息 比如说去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了解 他们产品都服务 哪些人群 都有哪些 都做了哪些服务 包括如果有的官网 他会做一些 他们会截取一些产品的图片 放在网站里面 甚至会用视频来宣传 来介绍 来描述他们的产品 甚至我们 之前我在做竞品分析的时候 我在一些网站 我会了解到 他们产品的一个体验版Demo 我会试玩他们的产品 还包括这里 产品的历史更新版本 一会儿我也会 用期卖数据这个网站 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在网站上去了解 去寻找到 这些产品的一个更新迭代的记录 那第六 是我们去看一些公司的财报 去解读一下BAT的财报 如果说我们想要成为一个 比较优秀的产品经理 这个方式还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第七就是通过人才网站 还有同行人才的简历信息 还有微博联系方式 还有官方网站的交招聘信息 我们来了解他们的一些策略 人才的简历信息这里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去一些竞品的公司 我们在某些招聘网站上 看看竞品公司 他们都在招聘一些什么人才 并且在人才的一个基地下边 简历描述下边 会有一些岗位的技能描述 职业的技能描述 我对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应该负责哪一块哪一块 我们就能够大概了解 竞品它最近打算做一些哪些事情 第八个 谷歌找到国外同行业的官方网站 以及行业的信息订阅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国内 其实在国内当前的一个市场条件下 很难或者说可能性很小的几率 我们会找到一些竞品 但是在国外 前几年的时候是尤为明显的 我们国内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淘宝 它是借鉴了国外的一个产品 叫做Ebay的产品 那还有人说是借鉴了亚马逊 比如说微信 它也不是赵小龙 他们团队原生产出的一个想法 他们是借鉴国外的一个产品 叫做Kick 他们是借鉴这个产品 因为国外它可能 因为国外的互联网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比较有前进性的 他们可能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他们的一个未来发展动向 可能会有前瞻性 还有市场的一些趋势导向性 第九个就是试用一下 对方净品的他们的产品 来咨询他们的客服 就是我们来到 我们去下载 去应用商城 或者去他们网站 去下载他们的产品 我们来体验 来试玩 来把玩 可能呢 我们还会咨询 他们的产品的一个服务客服 我们去咨询 这个产品到底你能解决过什么问题 因为客服它都是有专业 经过专业的培训的 我们可以了解 并且呢 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技术问答 我们去了解他们关于 一些产品功能方面的体验的回复 那这里我带大家了解一些网站吧 刚才有说到 我们去查看产品的历史更新版本 可能我们要去到一个网站 这里呢 我是带着大家 直接来到了期卖数据这个网站 期卖数据这个网站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了解一些市面上 我们能够搜集到的APP 看看他们的动向 比如说现在 我直接搜索淘宝 我来了解一下淘宝这个APP 淘宝这里 它直接给我来了一个实时排名 它是相对于购物平台来说 电子商务购物平台来说 它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二的 我们来看它的应用信息 这是它最近搞的一个活动 最近是双11嘛 它现在它最近搞的一个活动 还有它的一个截图 截图页 这里呢 是它的一个应用描述 淘宝 它是专门为iPhone手机用户 推出的一个好况丰富有趣的消费生活社区 这里之所以它是写的iPhone用户呢 是因为我之前这里默认 它寄来的是一个Apple Star的 淘宝Apple Star的一个应用市场的信息查询 这里还可以切换安卓市场 那么来看一下 它的版本记录 淘宝在最新版本 它是今年的11月3号 今天是16号 3号这天它是更新了最新的版本 是版本10.5.20这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当中呢 它的更新日志就是直播光电 店铺全部宝贝应有尽有 还有来订阅领权益 会员权益全面升级 这是它最新版本的一个内容 一个功能更新 那它上一个版本 最新版本是11月3号 它上一个版本是10月16号 也就是相隔差不多半个月 更新一个版本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来简单看一下 淘宝有记录的是最早的版本 是哪个版本 这里我们翻到最后一样 最早的版本是13年12月3号 是3.4.5这个版本 它的更新日志 这一年它更新了双12这个活动 可以参加双12活动了 那它还增加了 在搜索画 可以语音搜入这样一个功能 每个单词句子都可以完成识别 这是它最早版本的一个更新记录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评分的评论 淘宝它的评分 综合评分是4.2分 是在AppleStar里边 显示的一个评分 那么所有版本 它的评分是4.3分 下面呢 也是我们这些网民用户 对于淘宝的评价 这里是同开发者的应用 那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淘宝它们的开发团队 它们没有只开发淘宝这一个产品 其中呢 咸鱼也是这个团队开发的 还有淘宝的商家版 淘特 阿里拍卖 这些产品都是同一个团队来开发出来的 那这里呢 我们要登录才能查看 这里我就不登录了 正常的话 这里它会有一个预估的收入 那这里我还要给大家带到一个网站 叫做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用户画像 这里我直接进入到它的官网 用户画像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也有说过 我大概找一下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用户是谁 在这里 是用户画像 其中呢 它包括商里特征 包括人群的属性 连络段 性别 还有性质爱好分布 还有社会的特征 那么我们 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搜索一下抖音 看看抖音的一个用户画像 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抖音它的一个搜索 这里我们检索到的是 关于抖音的一个搜索指数 抖音它的一个搜索指数 广东省排名第一 相对来说 玩抖音的人 20到29岁会更多一些 然后呢是30到39岁 最少一点呢 就是小于19岁 还有大于50岁的人群 抖音的用户比较少 性质分布呢 男生会比女生多一点 兴趣爱好分布 影视音乐 要最高 占比可以达到94% 全往达到93% 这是抖音的一个用户画像 那这里呢 是一个需求的图谱 就是说 用户在百度里边 他关于搜索抖音的时候 他可能越贴近这个圆圈 代表他的一个搜索指数越高 那这里呢 是相关的一个热词 相关词的一个热度 还有一些相关词 我们接着来讲 我们接着来讲 产品再略层的一个最后的思考 叫做产品形态 在产品形态上 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对分析 那么现在基于互联网的行业里边 可以做分析的维度 有这三个 首先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第二个呢 是终端类型的区分 是PC的 还是Mac的 还是iPhone 还是iPhone上面的一些设备 第三个是技术类型 是这个APP 它是一个原生开发的 还是一个 加外部页的 加HU网页的一个APP 还是说 这个产品 它就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形式 我们来看第一点 硬件和软件的结合 这里是手机APP的控制 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小米的智能家居 软件呢 就是手机里的操作系统 对吧 有各个 比如说 我们可以进到家的时候 打开 拉帘 或者 关闭窗帘 打开电视 打开扫地机器人 打开灯 或者打开 打开 空气 加持器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 完成操作的 这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 第二个 是根据终端类型来做区分 我们可以以 淘宝 这个产品为例 我们可以在电脑PC段打开淘宝 也可以在手机段打开淘宝 功能体验 其实都是一致的 都是完成差不多一样的功能 只是设计的风格排版会有不同 第三个 第三个是内链 其他的 APP的 其他APP的 H5链接 在微信里边 我们可以领别人发的一个美团外卖的红包 对吧 我们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 进入的页面 它既不是微信的原生开发页面 那它也不是美团的 因为这是在微信里面 那么它的形式就是美团开发的一个H5页面 嵌入到 使用这种嵌入的方式 嵌入到微信里面 它是通过外卖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了解产品形态 对我们的帮助 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看看 自己这个产品跟其他的产品 跟竞品之间 是否有软硬件不同的这种产品形态的竞争 还是说在不同的中端类型 可能对方的产品 它有PC端的 或者它有小程序的 而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APP的形式 只有APP的一个设备端 那我们可能很多时候 用户能够来到我们产品的方式就少了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劣势 或者说在不同的一个技术类型的知识 技术知识上 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那战略层 我们讲完了 第二大点 我们来到范围层 范围层这里 我主要列出了三点 我们主要来看 用户他到底有哪些诉求点 来关注服务的竞品范围 有哪些 主要采取哪些功能点 去满足到用户的这些诉求的 这里三个方式 我列出了有罗列法 还有打勾法 还有评分法 首先看罗列法 罗列法 就是设定一定的目标之后 我们把同类的功能模块 或者一些外观细节 给他进行编组 给他做成 分成一些表格 然后通过罗列表格 把竞品之间的功能 做一些罗列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把竞品的功能 给他列成一个表格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了解一下 竞品它到底做的功能有哪些 它们的一个功能服务范围是什么 这里我是列出了七点 一般罗列表格的时候 我也会在后边 加上一个优先级 优先级怎么得出的呢 除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除了我们商业目的的一些体现 我们还要借助后面的两种方式 这是优先级 那么序号列出了七个 这里呢就是功能的名称 功能名称比如说起点定位这个功能 那功能的描述呢 就是可以自动定位 运户当前的位置 这是它的功能描述 我们列出了七大点 主要这七大点 也是主要的竞品的一些核心功能 那第二个方法 是打勾法 打勾法 我们要如果说我们要做细分的这种比对 我们要看看我们跟竞品之间 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功能的差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打勾法 看看竞品它有没有做这个功能 哪些竞品做这个功能 哪些竞品没做这个功能 如果做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对号 比如说竞品一 关于起点定位这个功能 竞品一它做了 我们就打个对号 那竞品二三四五它都做了 我们就打个对号 但是选择中点这里 这几个竞品也都做了 所以我们打对号 但是上传资料这里 竞品一它没有做 我们就打个X 竞品五没有做 我们打个X 包括查看资料这里也是 竞品一没做 竞品五没做 我们都打一个X 通过这样的比对呢 我就能够清楚了解到 竞品在各个功能点上 有什么异通 我们就能够通过这种打勾 打勾的方式 来给竞品做一些差异化的体现 那这样呢 体现的方式也会更加的直观 第三个就是评分法 也就是说 对各个功能罗列之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调查文卷 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这个功能的用户体验 以及重要作用 对它进行1到5的打分 那么打完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竞品们在某些功能点上 在某些功能点上 用户的评价或者认可 或者说这种需求度 其实是不同的 比如说竞品一 它关于起点定位这个功能 它打了5分 2345 竞品2345也是打了5分 但是竞品一在选择 终点 这里用户它是打了4分 竞品5也是打了4分 尤其是在查看资料这里 竞品一 这里的用户它打了2分 就说明 用户在这个产品里边 其实是 我是不太需要去查看资料的 包括竞品4 我是非常不需要查看资料的 你这个功能可有可无 对我来说 你没有这个功能 对我来说 意义不大 有没有意义不大 所以它打了一个比较低的分 只打了1分 那像这种 打了5分的一定是用户觉得 很关键的 很重要的核心功能 我来到你这个产品 我可能没有你这个功能 我就玩不起来了 所以它打了一个很高的分 它给予了一个很高的好评度 这也是这种达到满分的功能 也就是他们可以体现产品的真正价值 那么我们在前面罗列法的时候 就有说过 优先级的判断 我们就其实可以基于这里 看看用户 他们对产品功能的打分 进行优先级的判断 打的分数越高 它的优先级也就越高 我们就能够知道 哪个功能对用户来说 可能很重要 哪个功能可能对用户来说 不太重要 下一个层面是结构层 其实我们在分析功能结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围绕一个产品的定位 还有产品所属公司的一个优势 去分析竞品的核心功能 如果搭建这个产品 我们看一下产品的结构 架构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金人头条和腾讯新闻 这两个产品 都是做新闻资讯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金人头条 它的定位 之前我们讲过 它是做这种推荐式的 这种产品 腾讯新闻呢 它更偏向于门户类的网站 金人头条 这里有个功能 我单独的用红框 给它框了出来 它是基于头条 这个底部type之下 头条它这里有四个底部type 腾讯新闻也有四个 但是发布 它是基于头条 这个底部type之下 腾讯新闻呢 它是 在创作中心里边 它会有一个发布 那么它是基于 我的这个功能文化之下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两个产品 它其实是很相似的 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也是他们 基于产品定位上的一个 来往下延伸的 结构层不同的思考 因为金人头条 它会更倾向于 让创作者们一起搭建起 这个产品平台当中的内容 它想要用大量的优质内容 来支撑几十个平台 所以 它会在首页 它就把发布这个按钮 放得比较明显 它会在首页 就放一个发布的功能 那腾讯新闻呢 它会把发布 藏在我的 在创作中心下边 因为它会更倾向于 我平台自己去推内容 给到用户 我不需要你 运户你们这些创作者们 来维护我平台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从产品的功能结构上 两个竞品之间 对于主要的定位 他们的打法 是有一些 在结构层这里 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么产品的结构层 这里我提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注意布局的规划 从整体的角度进行模块划分 并且要考虑到产品 可能的一些扩展性 因为任何一个功能点 我们都要给它 比如说发布这个功能 我们要给它 归入到一个模块之下 也就是这个大模块 它一定是管理 这几个小功能模块的 这几个小功能模块 它的一个属性 一定是归在大模块之下的 早期我们在搭建 产品整个框架的时候 一定要想好 未来这个产品 要做哪些事情 不能说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直播的产品 或者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电商的产品 我们电商产品 首页就是商品推荐 其他的这种 这种type 可能我会有购物车 会有消息 会有我的 那如果说 社交的产品 电商的产品 我要做一个 直播的功能 这个时候 如果说 这个时候我可能还可以 单加一个devo type 它达成五个devo type 如果说我还要做一个功能 比如说 因为刚刚我们说 直播这个功能 它其实 很难归类于 归类于电商购物的 其他的底部type之下 它不能放在首页 它也不能放在购物车 它也不能放在消息 它也不能放在我这 所以直播它很能容易进去 它只能单独的 去开辟 去开辟一条 这个大的模块 那如果说 它再扩一个大的功能 模块 就一定是 这当前已有的 模块之下的一个功能 然后放到某一个模块之下 作为一个子功能的存在 所以 我们在最开始 模块划分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之后的 扩展性 我们可以发现 微信它这个产品 之所以被大家称为 是神一样产品 微信它的首页 它的首页 就叫微信 它第二个type 叫做通讯录 第三个叫做发现 第四个叫做我的 微信它已经上线十年了 但是它的底部type 它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它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它后来加的任何一个功能 都是加在某一个模块之下 如果说 它单独的加了一个 底部type 或者说 把某些功能 它给重新排序打乱了 那么用户 它就会变得 突然的不会玩的 用户的学习成本很高 会导致一部分用户 会觉得你的微信 我突然不认识你了 它可能会离开 这也是微信的一个思考 所以说 一个成功的产品 它在做这种 模块结构搭建的时候 它一定会想去 它一定会考虑到 产品以后的一个扩展性 那么到了框架层这里 框架层的分析 就是用户 该如何去使用产品 我们要思考 我们可以看作 是对信息的结构 还有流程的具体体现 我们从这里 两点 去分解这个产品 信息的架构呢 简单的理解 就是产品呈现的 信息的层次 通俗一点讲 就是一个产品 它到底可以 是用来做什么的 流程设计呢 就是整个产品的 使用操作流程 它可以描述用户 在整个产品体验过程中 它的一些先后的顺序 那它的整个操作流程 是什么样的 这是在 时间的一个角度 时间的维度上 去规定了 各个产品之间 部分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来 拿一个打车平台 举个例子 这里不止任何一个 打车产品 就单讲 打车平台 它的逻辑 它的核心架构 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 在打车平台 这个产品里边 它会有三种身份介入 一个是平台 一个是我作为一个平台 比如说滴滴啊 比如说曹操啊 比如说美团 这种打车的平台 那其实还有两个核心的身份 核心的角色 一个是乘客 一个是车主 对吧 那平台呢 乘客它就是平台的用户 平台呢 就是中间的一个服务 提供 提供双方达成服务 达成合作的一个中间方 那车主呢 就是提供这种接送服务 对乘客来说 它的需求 肯定是希望通过这个产品 快速的 我来打到车 我在产品上 我可以快速打到车 去到达我的工地地 所以在乘客这里 它肯定是 可以自己发单的 并且它能够打到车的 那在整个体验过程当中 从流程上来讲 它就有发单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是这样的过程 并且当车主接单之后呢 它需要跟车主进行一些沟通 它来告诉车主 我具体在哪 我什么时间能到 那等到乘客到达目的地之后 它会进行支付 以及它可能做一些评价 评价车主的服务 服务好不好 这是它的一个流程设计 它的整个流程设计 它体现到的三个环节 以及它必备的一个细细的框架 一个架构 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呢 这个产品怎么样满足它的需求 首先这个车主 它可以在产品里边 实现抢单 接单 看单接单 看单抢单 首先它可以去抢单的 那这个肯定是在流程设计上 我们不可避免的一步 其次呢 它还需要跟乘客相互之间 双方之间做沟通 我需要问你 我到哪里可以去接你 你什么时候能到 再有呢 就是我到达之后 我为什么看不到你 它会做一些沟通 再有呢 最后 它给乘客送到目的地之后 它可以对 它也可以对乘客 做一些评价 给乘客打个分 这个呢 就是车主流程设计的一些 信息架构 还有流程设计 最后我们到表现层这里 这里的分析 会更加直观一些 就是针对竞品的视觉交互设计 我们看看 竞品它这些设计 到底好不好 细节 竞品的细节做的怎么样 视觉上 它是一个什么风格 竞品它是一种 科技风 还是卡通派 还是简约派 还是比较温暖的颜色 它是以一种 什么调性 来带动 整个产品感知的 好看的话 我们也来借鉴一下 关于竞品的定义 关于视觉设计的定义 我们来理解一下 是通过文字符号 图片的有意设计 达到视觉上的和谐交流 这是视觉设计的定义 那这里我列出来了三个评估标准 有三F 第一个 from 审美程 好不好看 我们看竞品 它是否足够吸引我们 颜色 是不是很和谐 字体是不是很搭配 第二个 filling 我们要感知 竞品 它是否传递了真实的一些细细 传递了真实的意图 传递这条信息是否是统一的 是否能够引起用户的情感上的一个悲悯 情感上的共鸣 第三个 faction 就是功能 我们要看竞品 它是否满足了它的一些设计目的呢 它是否比较易于理解 是否可以使用 其实第一点这里 大部分的产品 它目前都符合了 第一个 这个简单的F 如果说连这一点都不符合 那它肯定也是出自一个不合格的设计师之手 所以它的设计 肯定是特别的山寨的 没有吸引力 导致用户 根本就不想打开 不想来 不想下载 那这个产品呢 它肯定也是活不起来的 那这里 在filling这里 我们提到了 情感上的一些共鸣 情感的悲鸣 我们可以举例 小红书这个产品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它有一个徽章 叫做小红书 小地书的书 小红书 地书的书 徽章的设计呢 就特别棒 它能够引起小红书这些粉丝的 情感上的 方面的共鸣 那filling这里呢 就是看竞品的一些 视觉设计 有没有 达到用户 它真实的一些目的 它是否有利于用户去理解 这个产品的功能 这个视觉设计 是否是可用的 所以 视觉评估 它就是看 竞品的这些视觉 有没有很好的去还原出 用户的交互体验 还原产品从功能上 传递给用户 在流程体验上 是否比较和谐 下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竞品的分析中 一个比较合适 比较实用的分析方法 叫做swaw的分析法 它也是我们 我们在市场分析里边 留下的一个知识点 它适合我们做 行业内部的竞品比对 那swaw的分析法 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 它主要就是对企业 或者产品的内外部 各种条件 各方面进行综合 还有概括 接着呢 我们分析组织的优劣势 还有面临的机会 还有威胁 这是一种方法 那swaw的分析法 它是一个比较宏观 和主观的分析法 可能我们会 主观 带有一些主观的意见 但是它比较宏观 再有呢 我们将公司的战略 还有公司的内部资源 外部环境 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是swaw的分析法 那么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 这四个大点 都代表什么呢 首先优势 s的缩写 缩写是s 优势 比如说我们产品 有一个有力的经商态势 这是我们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公司 我们产品有充足的财政来源 我们的商业模式 盈利模式特别好 还有我们产品 有品牌 良好的品牌形象 可能之前我们找一些明星 代言人 我们有一些品牌形象 我们有一些专利技术 我们的技术团队非常的强大 我们的成本非常低 我们有强势的广告 还有优质的客户服务 我们有优质的产品质量 我们还有一些战略的联盟 还有并购 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大厂 我们跟一些大公司 比如说跟腾讯 我们有合作 有一些战略联盟 或者说他们收购了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劣势呢 无明确的战略导向 这产品怎么发展都不知道 还有设备老化 还有高成本的制作 管理混乱 研发团队比较落后 研发团队不行 很多技术你都实践不出来 还有规划能力缺乏 其实这一点 跟无规划战略导向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决策者们 他们在最开始对他们说要做这个产品 但是他们这个产品最后怎么发展 他们还没有想好 心目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是产品规划 没有做好 产品规划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再有呢 资金短缺 也是产品的劣势 商业模式做的不是很好 这个产品做着做着 没有资金月盈了 甚至于说老板都没有钱 发工资了 经营补善 产品羁押 竞争利差 这都是产品的一个劣势 我刚才说 优势和劣势 它主要就是来自产品内部的 我们产品自身的一些月盈的思考 是我们内部导致的 那么机会和威胁 它主要就是来自于市场 市场上给到的机会 市场上给到的威胁 其中机会 它包括新政策的鼓励 比如说 国家说了 国家出台了新的一些相关政策 他们鼓励我们 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 市场用户 有一些新需求的带生 比如说 服务独特的客户群 只有我们能服务 其他产品做不到 比如说 产品的组合扩张 垂直整合的战略形式 分享竞争对手市场资源 竞争对手的资源 我们也可以利用到 还有竞争对手的知识 如果有竞争对手的知识 那岂不是更好 就是竞争对手 或者说帮我们试错了 或者说他们帮我们 培养了用户的一个使用习惯了 这都是属于竞争对手的知识 以及技术上竞争对手 他们出现了失误 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也是机会 还有战略联盟的并购 这一点跟优势一样 战略联盟并购也是机会 还有我们有新技术的开发 品牌形象 扩展 这都是机会 威胁呢 比如说行业内有强势的竞争者 他们突然进入了 比如说腾讯 比如说阿里 他们也打算做那这件事情 比如说抖音 他就是做短视频的对吧 但是腾讯 我看到那短视频的火热 短视频的市场 所以我也想来分一杯羹 我也开始做短视频 之前腾讯在没做短视频之前 抖音他里边的视频是可以 我们在微信里边聊天的时候 他是可以直接分享视频进来的 但是腾讯 微信要做短视频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抖音他不能直接分享视频 在微信聊天里边 在微信里边 微信有自己的一个微信视频号 微信他自己也在做短视频的 所以这对抖音来说 也是一种威胁 再有呢 就是替代产品变增多了 也就是竞品变增多了 还有市场紧缩了 还有行业政策的打压 行业政策打压怎么解读呢 比如说 比如说国家出台了一条新政策 说你P2P 你现在我要控制你一下 你不能那么猖狂了 我要打压一下你的一个行业市场 那么我们公司如果之前是做这种金融产品的 而是这种是做这种P2P服务的 那可能此时我们就要受到一些打压了 可能出于一些合规的压力 很多业务 我们被迫关停 还有经济的衰退 用户偏好的改变 用户之前可能对我们产品感兴趣 现在呢 他喜欢别的产品 他对他的一些喜好改变了 还有成本的增加 人和环境的变化 这些呢 都是来自于市场环境带来的一些威胁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这里我是列出了淘宝的一个案例 我们看淘宝这个产品 它的优势有哪些呢 首先淘宝第一个优势 叫做海量用户 因为目前来说 虽然电商的产品 电商品牌有很多 但是电子商务 中国市场目前60%的份额 还是在淘宝产生的 当然这个份额可能 它也是会逐年的降低的 因为这几年 随着拼多多呀 京东啊 还有抖音 他不是也在做电商吗 而且他们也在越来越好 他们会侵占掉淘宝的一部分资源 一部分市场份额 但是目前来说 淘宝它还是可以包了一半多的中国电商市场的 有很多忠实的用户 那比如说 我们买一些小东西 小事件 小物品都会上淘宝 比如买一个手机盒 我买一个手标垫 这种10块20块钱的东西 因为淘宝的品类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 它的样式还是很多的 我如果买一个手机盒 我在京东搜 我在拼多多搜 可能拼多多 它价格便宜一些 但是它的款式非常少 我在京东搜 它的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那么我在淘宝搜 它不仅样式很多 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这是淘宝它目前的一个优势 这也是它基于它的一个优势 它有海量的用户 它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消费有保障 这一点 可能早期我们在淘宝网购的时候 早期的网民都经历过一个时代 近几年会好 近几年会好一些 但是早几年的时候 那种假货横行的年代 假货特别多 比如说我之前 前几年我买一个耳机 买到手之后 虽然是好的 我查上手机 我听了一下 确实是好的 但是我听了两三天之后 有一天它突然掉了 掉了 我再拿起来 它就不灵了 我就听不到声音了 那后来呢 我找到客服 我跟他说 你的耳机质量有问题 客服他就跟我说 说明明是你自己摔掉 摔坏了 我的货到你这还是好好的 但其实呢 那它其实还是质量的问题 总不能说我买一个耳机 你碰一下就坏掉了吧 对吧 所以它质量有问题 但是客服它是不给我们退款 导致我们无法退款 或者退款的速度 极慢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淘宝它针对消费者维权的方面 它做得非常不好 它做得非常不好 大家也都在说 说你淘宝 你就是一个卖假货的 但是呢 慢慢后来 随着它的发展稳定 淘宝也开始逐步 完善维权这方面的 运营的管理 它支持急速退款 基本上 只要用户不是恶意的退款 那大部分的订单 它半天之后呢 也会实现成功的退款 并且现在我们也不会遇到 这种无良商家 他们这种质量特别差的商品出现 所以淘宝在消费者保障这一块 现在做的还是非常可以的 下一个优势 是支付宝 支付宝它是作为阿里巴巴的一个 支付的工具而诞生 淘宝由支付宝作为支付工具 做支撑 才能够让用户更放心的去购买 所以呢 支付宝它安全 并且便捷 如果我们要退款 退货也是非常方便 包括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使用花呗来进行付款 也是非常灵活便捷 这是它的优势之一 第四个就是阿里巴巴巴 阿里巴巴巴它可以帮助买家轻松的找到卖家 帮助卖家去发布管理商品 比如说我们在淘宝选择商品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商品它的一个具体服务什么样 我们肯定会咨询店铺里边的客服 那客服它基本 淘宝的客服基本24小时都占线 这些客服它就是通过阿里巴巴来做到描回我们 这是淘宝的一个优势 第五个优势 也是淘宝最大的一个优势 是阿里系的代表产品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淘宝它在做推广的时候 比如说每年到双11 前几天刚到双11 再有双12的时候 双12的前夕 它淘宝都可以通过自家的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可能大家有的不知道 天猫 咸鱼 饿了妈 口碑 阿里云 丁丁飞猪 UC 墨迹前期 高德地图 这都是阿里系的阿里旗下的产品 那每当阿里 阿里他旗下的淘宝 我们说淘宝他想要做一些乐园活动事件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做宣传做推广 这是阿里巴巴他给淘宝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 这是淘宝最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为什么说最大优势呢 不仅可以做推广 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自家产品 它是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的 淘宝它是不需要任何广告费的 就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去享用平台上的一些流量 所以这些都是基于淘宝的优势 我们再来看一下淘宝的劣势有哪些的 首先第一点 经营成本高 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针对于商家来说 商家如果想要做些活动 做一些直通车 做店铺运营 他就需要涉及到店铺的推广 经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二点 这是针对于我们 普遍针对于我们这些买家 这些用户来说 刷单现象非常严重 这是淘宝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我搜索一个手机壳 它可能会有几万 几十万一个销量 甚至于评论都几千几万几十万 但其实很多店铺 他都是用刷单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并不是每一个用户 他真实的来到这里下单 形成的一个数据 比如那大概六七年前 其实我就有听过刷单 这个兼职 并且呢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 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组织 就是这个组织 他可以找到商家 我来问问你商家 你是否需要我提供刷单服务 上游他对接商家 下游呢 他就对接那些需要兼职的人群 很多人 他会在QQ或者微信群里 做这种刷单的兼职 由这个组织来发起 或者说有的商家 他自己就来发起了 来联系这些参与者 让他们来下单 来给出评价 那我自己 我本人呢 我也是在三年前的时候 当时就为了了解他们的玩法 也加入到刷单 当时我是在淘宝 我买了一个半袖 收到货的时候呢 我能看到快递袋里 有一个小卡片 那卡片上面就写着 你给我写一个五星好评 并且呢 你发一个卖家秀 你评论一定字数 评论二十多字 加我们客服好友 我就发截图 给客服看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你 我就可以给你五元 一个红包奖励 实现红包的奖励 那当时呢 我也确实挺喜欢衣服的 再加上这种小便宜的心理 我肯定是要占的 所以我就加了他好友 那因为我之后 我比较喜欢他加衣服嘛 之后我又买了两次 然后呢 我都给客服好评了 客服呢 也都会给我返线了 后来突然有一天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客服他就联系我说 所有一个小任务 只要帮忙完成 就能实现八元的返利 那我当时对这个任务 也是非常好奇的 我就好奇 他们这个商家 你是 你是怎么玩的 你这到底是什么任务呢 我就答应了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并且发了一段文字 他让我去检索几个关键词 在淘宝里边直接 在顶部的搜索块直接检索 在返回的商品页里边 我去找到这张照片 他对应的一个商品概述 并且点进去 并且呢 我还要留来两分钟 再收藏 之后再下单 下单之后 我就可以把订单号 告诉给这个客服 那他就会给我返现 当然这个返现的金额 是商品的金额 加上八块钱的任务奖励 那我照着他说的这个步骤 去做了 确实 我给他发过去订单之后 他马上就会把这个返利返还给我 那最后呢 当然他商品肯定是要发货的 我最后收到的货品 只是一包纸巾 后来我就思考了一下 他的这种模式啊 其实他就是首先 确定我是一个中商的用户 然后呢 他想让我搜索关键词 在下单 是增加他商品的一个权重 在淘宝网子权重 我下单之后 肯定就是增加了他的销量了 那这样对商家来说 他的一个成本是八块钱 所以这种刷单的行为 其实是非常多的 肯定是有非常多人 也参与过这种刷单的队伍当中 那这样呢 就会严重影响到用户 在购买时的判断 还有他自己的决策 如果说 真的这个商品质量好 那还可以 但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通过刷单的行为 来累积销量和评论的 那其实 他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那这种行为呢 肯定是不好的 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好的 当时我也是做了两次 了解了这种模式之后 也就不做了 那么举这个例子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 通过这种事件 保持好奇心 对于商家的越用模式 以及产品上的漏洞 我们保持好奇心 才能更好的 去提升自己的产品 目前来说 淘宝他肯定也会 也是存在着大量的刷单组织的 他对电商的环境 他也是形成一定的破坏 这是他的劣势 这种组织 他肯定会不断的有 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那淘宝 他也会 总有一天会出现 严重的问题 他也会出事的 第三个劣势呢 就是电商的普遍问题 就是我们线上 购买商品的普遍问题 叫做体验弱 这个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去实体店里 去买衣服 去买鞋子 我们都可以试穿 看看商品是否合身 但是在网上购物 在APP上买东西 它毕竟是虚拟商品 我们只是在手机上点了点就下单了 在整个的购物过程当中 体验其实是非常弱的 这是体验弱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优势和劣势 主要就是来自于产品的内部 是产品的自身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 产品外部的一些机会 还有威胁 首先我们看机会 这里列出了三个 机会第一个叫做智能应用的 快速崛起 那么现在不仅是老年人 会使用智能手机 用一些智能APP 不仅是年轻人会使用 老年人他也会使用智能手机 他们也会有 在生活中也会有购物的需求 所以很多年轻人呢 也会教老年人 怎么在淘宝上完成购买 甚至有很多的 这种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学习中心 他会教老人 我来教你 你该如何去使用智能手机 你如何实现购买 包括我也会教你 怎么去点卖卖 怎么去打快车 专门有这样的组织 那么中国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去年 今年年初吧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国内大概60岁以上的老人 已经有2.4亿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 所以老人的市场 他注定是在逐渐扩大的 因为智能手机在普及 老年人他也会有这种需求 所以对淘宝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他可以适当的去推出老年人的生活用品 还有服务 第二个机会呢 是网购太多的转变 因为大家已经 现在是习惯了网络购物了 对吧 可能十年前我们在网我们这些网民去 在淘宝里边去购买商品 可能我们还会怕被骗 怕买到假货 甚至于不敢去网购 我们宁可去线下选择十几店去购买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 我们更希望快递送货上门 我在手机上只要手指稍微动几下 就有快递送货上门 这是外部环境给淘宝的一个机会之一 并且呢 我们说价格是透明的 以前我们在实体店买一个 以前比如说我在实体店 我买一个优盘 当时店家他给我报价是80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优盘值不值这个价格 我是不是买贵的 那我如果在线上购买 我就可以实现货币三家了 对吧 就是我可以 这家我看一下 他家卖80 那我可以再去下一家 同样的品牌 同样的内存大小 可能下一家就卖70 那我肯定选择70块钱的商家 在这里下单 所以呢 这也是这种良性的竞争 为淘宝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那第三个叫做购买力的提升 这个呢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宏观啊 就是我们中国每年 国家的经济增长 GDP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GDP的上涨 它就为我们的国民 带来了消费能力的 还有消费意识的提升 我们再逐渐的提升 这对于互联网的电商行业来说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威胁 第一个 就是各电商平台的参与竞争 这里是淘宝巨大的一个威胁 像京东和拼多多 这种都是腾讯系的产品 京东和拼多多都是腾讯系的 他们呢 借助微信这个航空母舰来推自己的电商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微信里边 我们直接搜索一些商品 它反馈出来的结果 要么是来自京东 要么是来自拼多多 并且在微信里边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京东和拼多多的小程序 还有它的一个入住的 并且呢 京东和拼多多 对于淘宝来说也不差什么 那还有呢 就是抖音 它也在做电商这件事情 对吧 并且它是基于算法 而在做兴趣的电商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兴趣电商呢 可能以前啊 我们传统淘宝 它是搜索电商 就是用户 大多数 大多数用户 在淘宝里边 它是通过搜索 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商品 那么微信呢 它做的就是熟人的社交电商 基于熟人关系 像拼多多这种各种分享 各种转发砍价 那么现在就是抖音的兴趣电商 它就是通过大数据的统计 再加上算法的推荐 它能够成功的 把合适的商品 推到合适的人面前 那抖音的电商 也是基于它短视频 这种流量的优势 它有庞大的流量池 在推动它 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 微信它具不缺的 腾讯具不缺的就是流量 但是呢 腾讯它要思考变现 而淘宝呢 就是阿里 它具不缺的就是变现 因为它可以售卖嘛 但是它缺的是流量 那么抖音 它就可以做到 在流量的基础上 短视频的基础上 完成变现 这也是抖音的一个优势之一啊 比如说 我的妈妈 她就非常喜欢刷抖音 她没事就在抖音上买一些东西 隔两天呢 可能会给我买一些好吃的 给我买一些用的 并且呢 她会跟我说 她会经常的去看 看这些商家的直播 在抖音里边 直接看他们的直播 看他们 看他们是 怎么去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这种呢 就是基于流量的优势 所以 抖音里边 它商品 用户 它的一个粘性是特别高的 并且呢 就可以促成商品的一个交易 再有呢 德物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 好像年轻人买东西 我们 更多的 他 想买到这种样式好看的衣服 都不在淘宝买了 有一句话就是说 淘宝 它正在 流失年轻人 其实我有很多点 我买这种 价格稍微贵一点的 质量好一点的衣服 我都不在淘宝买了 因为淘宝 我如果搜索衣服的话 它要么就是这种小门店 小商家 可能衣服就是 一二百块钱 这种不知道什么品牌 质量得不到保证的商家 再有一些品牌店 我能在淘宝上看到的 其实 他们展示的一个 上面除霜也好 或者说一些其他商品 样式我觉得都很普通 没有什么新鲜 没有什么特色 所以 有句话就是说 淘宝 它正在流失年轻人 淘宝 它做这种 模特宣传展示 它做这种效果 特别好 特别不好 年轻人呢 他更多会来到 德物这个产品 也就是 毒的前身 德物 它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并且 很多 有很多品牌的衣服 质量在这里边 也可以得到保证 所以 基于这几个 大的 一个电商品牌 京东啊 拼多多呀 抖音啊 德物啊 这几个品牌的 强力挑战 对淘宝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 维品会 小红书 这种 小众电商的崛起 这种 细分市场 也会对 淘宝 因为这种 维品会 小红书 它们主要是针对 女性用户 对女性小费者 去服务 所以它们也在 细分平台当中 去 蝉使掉了 淘宝的大量用户 这是淘宝 最大的一个 威胁之一 那第二个威胁呢 就是物流服务的 之后 像我们在 淘宝上买东西 非常慢 送货到家 非常慢 虽然这几年呢 可能它的物流 整个的物流体系 实现了加速 可能前几年 我们买一个 衣服 如果我现在 我住在北方 前几年 像我买衣服 要等到一星期 才能从南方 发货到北方 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现在呢 我在北京 哪怕是从最南方 哪怕是从 广州发过来的衣服 三天之内 肯定会到达北京 它虽然现在 中国的物流体系 是实现加速了 但是 相对于京东来说 其实它还是 要慢很多的 京东 我在京东上购买 可以实现 24小时送它 如果说我在今天上午的 时间购买呢 可能下午 它就能送到 那这也是 基于京东 它有自建的一套仓组 还有物流体系 那这个物流体系 对淘宝来说 就是很大的威胁之一 很多时候 如果说 用户 它是时间紧急 想要快速的获取商品 它都会选择 京东下单 当初 据说京东在搭建 物流体系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嘲笑它 尤其是那会儿 马云还说 说你京东 以后一定会被 你的物流给脱化的 那也确实 京东在自建 物流体系 之后呢 也会 也是导致了 京东 它在成立开始 长达十年之内 一直是在亏损的状态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京东的物流体系 已经是它很强大的 一个收入来源之一了 京东物流 京东现在肯定是盈利状态 那所以 这一点 对于淘宝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第三个 就是AR试穿 我们前面 讲 劣势的时候 这里我们讲过 普遍 互联网网民 对电商体验 它都有一个体验弱的 一个情况 但是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用户的这一个痛点 像德物 还有京东 京东和德物这种平台 他们都有推出 虚拟视衣 虚拟视邪 还有视眼镜 推出了这种 基于技术角度上 这种创新 比如说 虚拟视眼镜 我就曾经体验过 在京东上面 我有体验过 它就真的是仿佛是70现场的感觉 那个眼镜 它就是通过AR的方式 直接匹配到我的面部上面 看起来 很像真实的场景 并且呢 我体验起来 非常的流畅 这对淘宝来说 就是非常的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淘宝它目前还不能做到这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wort分析的一个 一个注意事项 有五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点 Swort分析 我们分析起来 其实范围是非常广的 但是 如果我们缺乏事实和数据 就会使我们的分析 变得非常笼统 制定的战略缺乏依据 成为一份没有价值的战略方案 所以我们一定要基于事实和数据 去展开分析 第二点 我们必须 对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就是我们不能说 我这个产品 目前它是存在这个劣势 未来我觉得会怎样 未来会有什么趋势 这种自我化 自我化饼 自我麻醉 忽略这个劣势 我们不能这样 这样就很容易漏掉一些点 并且如果我们现在列出来了 没准可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如果不列 未来这个劣势 它还没有得到好转 那我们可能就给自己挖坑了 所以一定要客观 要公正的知道 自己的劣势和优势是什么样 第三点 区分公司的现状 还有前景 这一点其实跟第二点比较类似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发现 公司现在产品的用户量很少 我们不能说 我觉得未来五年 用户量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级别 可以达到几百万 几千万 甚至几亿的级别 那这样呢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前景 一个前景目标 一个前景的方向 就是我未来 我可以有多少用户 但是我们一定要 区分出来 我们要认清现实 目前我们现状是如何 要一五一十的写出来 第四点 必须与竞争对手 进行比较 相对于竞品而言 我们是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我们就有一个结论 那毕竟这不是一个我们自我的认知 这更多的是做竞品分析 我们要发扬优势和劣势 发扬机会和威 和优势和机会 弥补 劣势和威星 让产品变得更好 最后一个 要保持死沃的分析的一个简洁化 来避免复杂化 或者过度的分析 就是我们能够拿到数据 进行大致分析 其实就可以了 不用分析的特别深入 过度分析呢 不仅工作量比较大 并且分析出来的结果 也不会另外的有更多点产出来 其实做死沃的分析 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找到一些 帮助产品 找到一些可以走的方向 我们通过进行分析 整个的思路 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点 然后输出这些战略 当然这些战略具体要用什么 还是要基于我们 整个的行业的分析 还有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些选择 这是一个思路 那进行分析的框架 大概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 要有一段话 作为一个前沿 我们这是一个目录 最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前沿 简短的几句话 然后呢 我们展开正式的分析 第一个就是分析的目的 我们要有 比如说我们前面列过 分析的目的有什么 是发现了新的一个市场修典 还是说我们发现强势的竞争者的进入 这些都是分析的目的 我们 这个APP 它到底是处于市场的一个 什么情况呢 我们就要展开这种市场的分析 比如说 有一个经典的分析方式 叫做PASS的分析 也是我们在市场分析当中提到的 PASS的分析 它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 从这四个层面 我们了解啊 行业、行情如何 它是否支持产品的发展 我们再看 竞品的一个市场占比情况 他们都过得怎么样 处于什么位置 第三个 这里我们是进行竞品的选择 我们要选择好 我们都要分析几个产品 前面我们讲过 一般是分析同行的三个竞品 这里边呢 包括竞品的名称 还有竞品来自官方的介绍 还有我们之所以 推荐选它 这个推荐选这个竞品的原因是什么 推荐原因 是因为它满足了同等 同种需求吗 还是说我们同类产品 我们都是做视频的 或者说 我们都是做电商的 最后 我们要列出 竞品在市场上的数据如何 他们的下载量多少 预计的收入 有多少 版本记录 目前都更新了哪些内容 我们看更新的版本记录 最后就是看 它的一个综合排名 第四个开始 我们就要从 产品设计的五要素 去展开分析 首先是从战略层 这里面呢 包括产品的定位是什么 运户是哪些人 也就是运户画像 再有呢 看都有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用处的需求啊 看看都有什么 策略的打法有哪些啊 包括商业模式是什么 怎么赚钱的 产品是怎么做营销推动的 公司的长期的战略规划如何 最后呢 是产品的一个形态 是以PC端为主啊 还是APP为主 还是说软硬件的结合 第五个就是范围层 我们可以围绕分析的目的 选出几个与我们分析目的 相关联的功能 对这几个功能呢 进行罗列还有对比 那每个竞品 肯定都存在它的一些 独特的亮点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 选择它拿来做对比 那它肯定也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把它 比较吸引人的 或者核心的功能 给它列出来 第六个就是结构层 我们看竞品的功能 它的组织架构 是怎么搭建的 用户的逻辑是如何的 第七个 框架层 第七个框架层 就是竞品的结构 信息结构是什么样的 流程是怎样设计的 第八个表现层 我们看交互的这些体验 对吧 这种视觉冲击 竞品的交互是怎样的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去还原 用户视觉交互的体验 还原用户从功能上 传递给用户 在体验流程上 比较和谐的操作点 第九个就是 SWO的分析 这里我们分别要从 优势 劣势 机会和威胁 这四个层面来看 我们看看 怎么把公司的战略 还有公司的内部资源 还有外部环境 有机的 给它结合起来 最后呢 我们针对以上这么多的分析 对吧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总结 要有个结论 就是通过这个进尾分析之后 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给我们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我们能不能去跟竞品进行一些PK 看看有哪些差异化 有一些竞争的 一些策略的差异化 我们把最想说的话 都写在这个总结里边 或者说我们直接写出一套 写这方案 我觉得竞品哪里做得不错 我们可以进行改善 并且加以利用 应该怎么去做 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写几条方案出来 以及竞品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吐槽的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吐槽的方式说 但是呢 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做 要不然后果很严重 那么对于进尾分析的报告 我们同学 其实也是可以灵活的去安排的 只要是突出重点 要分析的内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可能分析的对象不一样 目的不同 突出的重点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框架结构 是不一样的 这个灵活安排就可以 不用完全的去参考这个框架 不用完全去照搬别人的结构 那我们分析的结论 这个结论报告是给谁看的呢 首先 这里有两个角色 首先就是领导或者老板 他们肯定会看 我们会给他们讲 竞品现在在行业内地位如何 下载的排行榜如何 还有竞品的一个注册量 用户度等等 用户的活跃度等等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行业 它未来的三五年规划 怎么样 人们会从这个行业得到什么 产品发展的方向啊 还有竞争对手的一些优势啊 劣势啊 以及商业的盈利模式啊 我们都要跟老板去讲明 我们要 要讲明 我们要做这个产品 它到底能不能赚钱 短期是短期回报 还是长期的回报 优势劣势呢 这里我们要讲明 我们是否可以避开一些坑 这个要跟老板讲 包括产品的发展方向 一些功能 要做什么 竞品有哪些功能不完善 其实这些都要跟老板去讲明 除了老板 我们产品经理自身 也要看飞机报告 就是我们通过了解了这么多竞品啊 对竞品的业务范围做了梳理 大概的业务走向 心里也就知道了 我们要看 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产品 有没有什么功能亮点 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 在原有的基础上 根据我们公司自身的优势的 根据我们自身的属性 做出适合自己的功能 我们可以多找找竞品 去找出适合自己的功能 多把玩 多体验 再有呢 就是假设我们的产品 已经上线了 我们再去做竞品分析 那就是寻找出 从竞品上 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是欠缺的 下个版本 再给它迭代出来 也就是指引 自家产品的迭代方向 竞品报告 竞品分析报告 我们要确认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产品报告 分析报告到底是为谁而做 其实也就是这里我们说的 有老板或者领导 还有产品经理自己 第二个 我们着重要分析哪些内容 每个人 他对应的需求点 我们要给他描述清楚 第三个就是报告 需要为谁带来什么样 有价值的结论和建议 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 带来的结论和建议都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结论才可以 没有结论的报告 它不叫 没有结论的报告 它只能叫做展示 所以在 基本分析报告里边 一定要有相应的结论 我们自己先思考 虽然可能会偏主观 但实际上 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论证 还有各种分析维度的一些结论 这种主观 主观的结论 它对别人其实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这是静品分析的一个意义 静品分析的报告 撰写有一些types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 数据的精准 应用 如果我们为了说明某一条量化的 那么量化的数据 它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参考数据 那么数据从哪来呢 其实可以有多种渠道 有多种渠道 我们可以反复的来验证 从多种渠道 获取来的数据 我们反复验证 从一个观点 或者某一个结论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精准的结果 我们不能说只是盲目的 以为或者信誓旦旦 那么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存在的 所以需要多重的渠道 来多重验证 第二个就是 多用截图做一些参照 我们在给别人去讲某些功能点的时候 如果只用自己的 只用自己嘴巴来去讲述 只是这种文字的表达 那这个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对方也不容易懂 所以如果能够附上一些截图 作为对比 做一些参照 其实效果会更好 它有利于我们保证 报告清晰可读 突出重点 结论更突出 第三个就是可以加一些任务 或者案例 比如说当我们在讲的一些具体的场景 讲具体场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些具体场景下的理解 有便于读者清晰的去理解 比如说我们比较A产品某些功能 它的业务逻辑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引入一个贴切的点心案例 或者一个模拟的任务 就会让读者有更强烈的代入感 更便于我们去说明 也可以适当的 引入一些真实的用户 他们的评论放在下面 这是我们所提倡的一个点 第四个就是 评判不要太过于主观 因为很多时候 近美分析 我们身边就写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不喜欢 这个功能我用着不太顺手 可能我们会顺便去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 但是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的报告结论 有主观存在 这是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存在一些的 但是不要加入太多太强烈的个人偏好 不要这么说 不要以个人的喜悟来占主要的因素 去判断一个产品的好坏 第五个就是没有更新至最新版本 那这个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可能分析 我们展开分析 我们没有在手机当中更新最新版本 那分析的肯定也是人家 一个老版本 我们肯定是要 如果说我们拿A产品的最新版本 2.0和B产品 历史版本1.0做比较 那其实本次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产品的分析 静品分析人员 我们可能在分析过程中 发现一些 我们去发现 梳理总结一些问题 还有特点 结论 从而呢 我们在下一个版本中 不复存在 没有意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分析1.0版本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那其实呢 人家已经更新到2.0版本了 我们再去分析 那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里呢 就是给到了大家一些数据网站 比如说我们再去 做一个静命分析报告的话 肯定会去参考很多的数据网站 那么这里是列出了几个 产品经理经常用到的资源网站 百度指数 这个也是给大家有列过了 它可以反映关键词 在用户这边 还有媒体这边的一个关注度 还有其面数据 刚才我也有进入 它可以反映iOS系统和安卓 应用市场的一个 应用市场的一个app的使用情况 app的一些动向 还有iOS数据啊 一关签番呢 都是可以提供数据的平台 还有it橘子 它有一些行业的调研报告在里边 还有发现报告 都是可以提供报告的 这些平台 大家可以截个图 那其实除了这些网站 我们去网站做调研 我们还可以通过数据买点的方式 我们来了解更详细 针对性的做数据分析 做数据的统计 那这个呢 也是由我们公司内部的技术人员 他们来做 或者我们去购买这些数据公司的 一些接口 买他们接口 那获取哪些数据呢 比如说产品的流量 运户的数据 盈利数据 还有市场的一个占有率情况 占有情况 以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 都是我们要获取的数据 那好 这就